我們先請各兩隊的男生隊長來分析一下 今天這邊雷婷你覺得獲勝的環境在哪 我認為是食物 食物可能會有重視 然後還有果然那些可能會有正常差異的話 應該會有 然後逆轉身 對 好 這邊是因為說 威娃娃娃娃的食物少於 因為他上一半出現了一個蠻要命的食物 這邊雷婷食物少於 也就有可能會拿下勝利了 紫維老師 任我對該掌握哪些要素 今天才能夠很瀟灑的拿下場觀眾 我覺得今天是出場對不對 出場 出場一定要先幫忙 所以出場的優勢都要先幫忙 所以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說 今天就要幫忙 你沒有跟 你沒有跟澤東俊俊先生們的 就是一定要今天 你沒有跟我說 今天會幫忙 好啦 請問這個以外 就是策略性的嗎 因為那種失大的教練 要講一下策略性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應該最重要的是 還有開場 不然他今天會有狀況 因為他前一場比較狀況 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 所以這張高位 應該沒問題 好 不然就抽筋而已 去競技場 就想想你們這些球 有沒有 好 我們開場現場的比賽 就馬上要開始 謝謝 兩邊的 我最喜歡的球員是 LeBron James 然後我欣賞他的原因是因為他 算是跟我同時出道的 同界的 所以還蠻欣賞他的 然後 那就是很希望他今年能夠順利拿到總冠軍 我覺得 就是 看他這樣子打 我覺得上一場 抽筋之後又再上去 我覺得很拚 那我覺得很欣賞他的精神 那 希望說今天一定要讓他拿冠軍 謝謝 好 我欣賞的也是 LeBron James 因為 對 我就是 那麼喜歡他 是因為他努力不懈的精神 因為他就是上一場受傷了 但是這場還是很拚命的上場 而且他們如果今天贏的話 就是今年的NBA總冠軍 所以一定要加油啦 那我支持的是雷霆隊的Kevin Duran 然後因為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是一個神射手 然後是今年NBA的得分最多的球員 所以我非常的欣賞他 覺得他非常的厲害 我最喜歡的是 Westbrook 因為我覺得他很欣賞他的突破人力 以及組織人力 那希望這場雷霆隊可以拿下來 然後 回雷霆主場拿下總冠軍 端午節基本上 應該是看雷霆的比賽吧 因為我覺得應該還有下一場 那 希望雷霆這場先拿下勝利 那我會跟大圓一起包粽子 因為我們會邊看雷霆的比賽 我也相信他會獲勝 然後中午應該會來立個蛋 對 對 我也是跟同事一樣在家 就是包粽子的同時呢 也是要繼續觀賞NBA的球賽 對 那我的話應該是說 今天拿冠軍嘛 就是連續慶功 慶功三天啊 然後就是 連續慶功三天 都是一直狂吃粽子就好了 好 好 好